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我是蔡嘉芸 吉林路是台北著名的美食聚集地 有间中式小馆在这开了超过25年 招牌菜剁椒鱼头,尺寸超大 足足有半个手臂长 上头有着泡椒,葱花点缀,红红绿绿的 光看颜色就非常吸引人 鱼肉吃进嘴里,细致鲜甜 带着泡椒的香辣,吃完还会直冒汗很过瘾 而这道干椒收长头,点餐率也很高 大长头吃来软Q,没什么腥味 伴随着花椒辣椒的麻辣,越嚼越有劲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这个湖北,湖北同乡 这个不会输给你们冻鸡糊的吧 一大盘红彤彤的剁椒鱼头端上桌 立刻心中了目光 这可是老板娘杜小邦的拿手招牌菜 传统的眷村菜 我认识他这家店,我吃了三十年了 那他的那个剁椒鱼头,我吃起来 他的口味是台北市算是排前几名的 我是湖北,我们经常也会去湖南 湖南东年湖畔 那种东年湖畔的那种鱼米 就很会做这种剁椒鱼头 在这里就能感觉到 在台湾也能吃到正宗的湖南菜 剁椒鱼头让不少客人爱不适口 是都小邦跟湖南师傅学来的手艺 寻用肉多刺少的草鱼来料理 剁椒鱼头就是标准的湖南菜 那湖南的家家户户都是有各式各样的辣椒 你在池塘里面抓一条鱼,杀一杀杀一杀 你自己泡的辣椒,腌的辣椒什么辣椒 一扫,真容易蒸就是一道菜 剁椒鱼头的灵魂,泡椒也是独小邦自己腌制 泡椒我这样泡,这里面都有 本身就有原来以前最早积下来的汤水有没有 我切一切的时候我就有盐巴,盐巴不能抓太多 抓太多会不会发,就把它里面 两三天后它就味道产生化学变化就酸了 我就捞起来用油炒一炒 炒油的原因是不要给它继续发 一直发酸的,然后辣椒会烂的就不能吃了 放进去以后我们要蒸40分钟 这个鱼才会跟豆腐一样 淋上泡椒的草鱼接着被送进蒸馏 经过蒸汽洗礼 释放出让人垂涎的香气 出厂前浇淋热油 光频声音就让人味蕾蠢蠢欲动 在泡椒和葱花的点缀下 剁椒鱼头宛如抹上一层艳丽萌妆 又或食欲 农妆底下竟是细嫩肉质 香辣中带着鲜甜味 每一口都让人感到超满足 端上桌就好大一盘 红东东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花椒的香味跟泡椒的香气扑鼻而来 肉质非常的软嫩 它刚上场的时候我非常惊讶 在台湾有这么大的鱼头 但是其实它的鱼肉是很软嫩的 它有点像鱼鱼 但是它一点都没有腥味 那加上因为它的焦香 它让它很下饭 独小芳的拿手菜还有干椒烧成头 是从四川料理演变而来 它把卤过的大成头切成一寸长的小段 裹粉后入锅炸到酥香 青花椒还有工薄 葱 葱段 姜末 蒜末 爆香 爆油爆香以后 爆香以后再把我们刚炸的大成头摆进去 大成头和花椒在炒锅中不断翻转 顿时香气温暖 红滚热锅中和黄油酱油的相遇 更大成头转换成金黄色 然后我们在炒酱油 蚝油的时候 它上色就快了 然后锅器就重了 火大锅器重 所以那个肠子的脆度 柔软度就都出来了 色泽艳丽的干椒烧长头 大长头相当有嚼劲 丝毫没有腥味 嚼久了一股麻辣香气 冲上舌尖 很过瘾 对 有一点像那个工薄鸡丁 就是咬起来很有那个咬劲 很有那个大肠的香味 带那个香味 非常好吃 大肠非常的Q 然后辣椒的话 有一点点花椒的风味 又不会到很死咸 也不会到很辣 都小芳端上桌的料理 每一道都有着他的满满回忆 我在新竹空军建村长大 那我的父亲是空军的 我的母亲是客家人 我就做这种 眷村菜就比较偏 客家菜一点点 那客家菜我在做的当中 就觉得他跟湖南菜都很像 店里另一道梅干蹄膀 是选用两斤半重的黑猪蹄膀 绑上棉线 纯糖定型 接着拍打酱油上色 入锅炸到 呈现漂亮的金黄色 配角梅干也得先炒过 才会更有味道 再和蹄膀合体洗蒸气域 三个小时蒸两次就对 六个小时 第一段蒸的肉会烂 会香烂 但是它有时候味道不入味 就要蒸第二次 我们用碗扣到蒸 有个好处 它的梅干菜 它的蹄膀是固定在里面 软烂它也是在里面 不容易散掉 梅干蹄膀分量也是相当大 每一块蹄膀皮Q肉嫩 带着梅干菜的咸香 和白饭超级搭 它的梅干菜整个融入了蹄膀 那它虽然看起来很大份 但是它的皮一点都不油腻 然后很软嫩 然后猪肉 瘦肉的部分呢 入口即化非常好吃 守着记忆中的味道 卢小芳拿起锅铲做菜 一做就是三十多年 端上桌的美味 还有这道蒜苗腊肉 我不喜欢做后腿的 因为瘦肉做出来太瘦 瘦就是太柴了不好吃 我喜欢做五花肉 虽然看起来肥肥的 但是它经过腌制 把它的肥油流失 再经过熏过 所以炒起来 不管炒 蒸 煮都非常好吃 切成片的腊肉 引同蒜苗 辣椒 在锅中炒出香气 光我味道就让人几场入入 腊肉腰筋十足 滋味鲜香 每一片蒜苗吃来 都有着独特香味 搭配着腊肉炒饭 更增添风味 我觉得蒜苗有点辣 然后腊肉的话有点Q 炒起来很好吃 那有一些台湾的风味 有一些客家的风味 很道地 很下饭 也很下酒 每一个客人 做到我心态的时候 哎呀 哥哥你不做 我们以后去哪里吃 那么好吃的东西 那一句话 那么好吃就是安慰我 所以我有时候想到客人 在路上他打算 哦 哈喽 就这样 如果我有一天不做的话 我也是带着客人 给我的温馨啊 慢慢的回忆啊 每一道料理 都有着督小芳的舌尖记忆 他把这些妈妈味 复制还原端到客人面前 希望客人吃进嘴里 都能感受到他的坚持和用心 台北市南京公寓老市场里 这间传承两代的汤圆店 第二代老板谢正佳 顶着硕士生的光环 回家接班卖汤圆 还研发出许多新口味 像是这碗黑糖桂圆综合汤圆 红白小汤圆吃来弹牙 芝麻汤圆浓郁 花生口味里头有绵密的花生粒 搭配黑糖汤底清香顺口 喝完整个人都温暖起来 还有招牌鲜肉汤圆 外皮Q软内馅咸香 经典的传统滋味万年不败 好 要吃什么 一个桂花芝麻汤圆 好 热的 热的 台北南京公寓老市场里 这间汤圆专卖店门口 外头挤了不少人潮 午夜后 微凉的低温 来上一碗热呼呼 暖心又暖胃的汤圆 最适合不过 他们的那个咸汤圆是 以前在南松山就很出名了 特别好吃 他的汤圆冷的吃 热的吃都很好吃 我们家是四代同堂 都吃这家汤圆 包含到我的小孙子 不论是有淡淡米香的匈马吉 暖身的黑糖桂圆 总和汤圆 清香微甜的桂花花生口味 松软绵密的红豆芝麻汤圆 还是传统咸香的客家鲜肉汤圆 甚至祭司面里也能夹进红白小汤圆 这些发想都来自第二代老板 谢正佳 汤圆它毕竟一开始是卖生的 那可能客群就是只有 冬至元宵这种旺季的时候 会有销入 所以我就想说把它煮成热的 然后现煮的煮给大家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